大家好,我是何舒适,欢迎来到舒适说电影 今天舒适接着讲回到未来第二部 上回书说到,博士制造了一个穿越时空的汽车 为此,男主意外穿越回到了30年前的1955年 并无意间改变了历史,让自己的爸妈无法相识结婚 好在最后男主的不断撮合,爸妈终于一稳定情,一切回归到正常 而自己也安全地回到了1985年 可没过多久,去到未来时空旅行的博士就急匆匆地回来 并带走了男主和女友 原来,博士发现30年后,也就是2015年 男主的儿子被小夫的孙子小小夫胁迫去抢银行 结果被捕入狱 所以,博士希望男主能去未来 帮自己的儿子逃过一劫 来到未来后,博士为了避免麻烦,就把女友迷晕 然后就让男主去等小小夫 自己则去忙其他的 在等的时候,男主又遇到了老年版的小夫 只能说小夫一家确实是自带恶霸的基因 男主按照计划等到了小小夫 并以未来儿子的身份拒绝了小小夫的抢劫计划 虽然中间出现了不少麻烦,可是最后男主还是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儿子的命运 就在要回去的时候,男主偷偷买了一本运动图件 里面有近60年的比赛结果 他打算拿回去发家致富 结果被博士发现并骂了一通 而书也被扔掉了 可是他们的对话却被躲在一旁的老年版小夫听到 正当博士和男主打算接女友回到1985年的时候 却看到警察发现了昏迷的女友 通过身份验证后 警察把女友送回了他们未来的家 没办法,男主和博士只能紧随其后 再找机会带走女友 然而,老年版的小夫也偷偷尾随跟踪他们 他打算用那本运动图件来改变自己苦逼的命运 就在博士和男主去救女友的时候 老年版小夫偷偷地开走了时光机 然后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急匆匆地还了回来 而女友醒来后 发现自己居然来到了未来 然而自己未来的生活却是一片糟糕 因为男主容易冲动 所以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跟人飙车时撞到了一辆劳斯莱斯 把家赔到了破产 现在,他又被损友利用去偷公司的机密 结果被炒了鱿鱼 就在女友想要溜走的时候 他意外看到了未来满脸皱纹的自己 结果两人都被吓晕了 而博士也趁机脱走了昏迷的女主 回到了1985年 可是回来后 男主和博士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变了 原本繁华的小镇变成了暴力小镇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小福 现在的小福就是黄赌赌的集合体 三十年前的小福不知道怎么了 忽然运气变得无敌好 买什么都能中头角 所以很快他就成了超级富豪 直到今天 他成为了一方恶霸 统治了整个小镇 同时男主和博士还发现 男主老爸居然在12年前就被小福枪杀 过后他强行娶了男主妈妈 现在小福成了男主的后爸 而博士也被小福诬陷入狱 判了死刑 在车里 他们也发现了老年版小福的拐杖 所以他们推断这一切都是老年版的小福引起的 他回到了六十年前 把运动图鉴交给了1955年的自己 然后改变了历史 变成了现在这样 所以为了回归正常 博士和男主决定回到1955年 去把运动图鉴拿回来 然而尴尬的是 1955年的这天同时存在着两个男主 一个是第一步的时候 那会儿他在撮合爸妈恋爱 另一个就是现在去找运动图鉴的自己 所以第二步的自己 不能见到第一步的自己 同时也要确保第一步的自己 按照原计划通过闪电回到三十年后 不然就会引起更多的麻烦 男主按照计划跟踪小福 看到了老年版的小福 谎称是小福的超远房亲戚 并把运动图鉴交给了小福 让他好好利用 发家致富 说完他就回去了未来 而小福却将信将疑 没把他当回上 但他却把书带在了身上 所以男主没机会偷走 刚好晚上就是那场爸妈 一稳定终身的晚会 所以男主来到了晚会上 按照第一集的套路 男主老爸会出现一幕 英雄救美的情节 然后把小福打晕 所以男主趁小福被打晕 成功地拿回了图鉴 并且帮助第一步的自己 顺利回到了三十年后 就在男主也要回去时 还是被醒来的小福发现 并把图鉴再次抢走 最后在博士的帮助下 男主追到了小福的车 重新抢回图鉴 并且有惊无险地 甩走小福 而小福就比较悲催 开着车再次撞了个狗吃石 男主拿到书后直接烧掉 在烧的同时 他也发现了变化 火柴盒原本印的是 小福的罪恶赌场 现在变成了小福的洗车场 老爸和博士也从被杀 变成了获奖 一切都回归正常 可在这时候 天气忽然出现了变化 原本说好今晚会出现雷暴天气 所以时光车成功被雷击中 然后就消失不见 这样的话 男主再次被留在了1955年 而博士生死不明 不知所踪 电影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喜欢舒适的解说 可以动手点赞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